還有維修點就算了嗎? 現在一到六比,最高是六比 所以這科技太厲害了 下次你了 這事都已經在做了 我們陳永志有3D專家 有參與過很多3D的技術 流程短型應該說過嘛 真、三、金、四、關、下過 用科技、人力短型 人力也是這樣 人力怎麼征選? 對不對? 我告訴你現在征選方式以來 從網路上發明 從網路從你打字 申請的過程當中全部錄影 全部偵測你這個人的行為 你報名單一送你 做簡單的測試完美 就知道這個人要不要用 征選速度很快 征選啊 就是說它不用花樣流程裡面難 從你打字的習慣 填寫的內容裡面 就開始偵測 你這個人是不是適合我這個工作 它用行為偵測法 因為這部分我們最近幫政府上很多課 才能征選 那像我們現在有一套在網路上的 職能評鑑 你要進來的時候 先完成我的測驗嘛 我有基本的分數嘛 能不能進來 不能進來 就不要浪費你我保護的時間 其實一大堆的印證台裡面 很多人可能更不適合 對不對? 如果你過濾濕在哪裡? 就征選 這也不會改變啊 培訓訓練的話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現在也不能天天做出來 這邊只能討論了比較新的個案 想說自己自己讀 網路上自己讀 手機下來自己看 最近我就打算把我自己上課課的東西 切成一千個單元 一千個單元十分鐘 全部丟到網路上 收費 就好了 手機就可以看了嘛 看十分鐘可以吧 最近我就想發誓是做這個工作 把我畢生的話 開發成一千個單元 對不對? 他也可以一直正合 看了就好 這個三等教育 歐大已經帶錯了 我是第一個白老鼠 做這個智慧寶典嗎? 智慧寶典也可以啊 智慧寶典 對 那我先做 做完之後我看其他老師用不可以做 我們一門課一門門來做 做完之後 以後網路上我們就 拿這些內容組合起來就可以 手機就可以看 移動學習、移動MBA、行動MBA 這都是會來網上去做的 作業轉型就自動化 各種方法 所以我們看得到這些轉型 還要不得了 有三階段 剛剛那一頁 那一頁的部分 這個有沒有順序 比如說一個智慧寶典想要做轉型 或者是他想要初步開始在做的 順序 順序 當然有 下面有兩個 從這邊 不要亂轉 一轉一轉 頭都不見了 從最基礎的 所以從裡面開始轉 做思考 因為這是看距離最低的 而且馬上有成效 成本可以扣到 所以第一次想到內部裡面 從內部裡面去作業層裡面先做轉 這種有成功之後能搭載願意往外跨 所以做改革改善 一開始就好 從內部裡面 從5S開始 5S是沒有理由的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個 王總 你這個 你工作的時候5S嗎 對不對 6S 加到安全 加7S這樣服務 7S跟面不一樣 用7S服務 講一下5S 整理整個 整理整個 安全 這樣一個服務 所以你看 你到底 仔細有沒有個步驟 當然有 前面 跟客戶無關的 自己做 自己要求 5S 整頓 生產 精實管理 生產的效率化 數字化 自動化 這你先做 這你先做 對不對 做到一個精度 你要K了 好 開始要求供應商配合 客戶配合 對不對 就開始擴到跟 跟什麼 增強跟我們顧客界面 跟供應鏈界面有關係 你裡面 做了精實 才能往外擴 對不對 所以 這種情況下 你提供的服務會增加 功能會增加 所以 比如 精實管理之後 即將 你的供應鏈管理會出來 客戶的CRU系統都出來了 對不對 這會 跟著 新東西要Support 對不對 這樣 你提供的服務也會改變 就你跟他的對應完 你提供 假如今天你是一個 供應鏈為了精實管理 你看設計很多次 免檢廠商 它是固定供貨的 它不用檢查 這講粗度 對不對 好 為了這樣死安 你可要要求什麼 你所有的供應鏈裡面 要求要做